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今集會和大家看兩宗都是和賭場相關的案件,因為都很久沒和大家看相關的案件了。 我們現在講第一宗,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有一名內地男子涉嫌在2016年和一宗賭博高利泰案件有關, 他在今年2月3日經口案入境時被司警拘捕和落案,這名人士否認犯案。 被捕的內地男子姓王,36歲,在內地做公務員,司警落案告他博彩高利泰及文件索取或接受案,案件已移送到檢察院徵辦。 因為這宗案的男事主主都是內地人,他當年報稱損失50萬令5,430元澳門幣。 另一宗也是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一名內地男子都是唯有追收另一名內地男子欠款, 在上個月30日拿著債仔證件報案,還說對方欠他的賭債。 由於債主涉及不當扣留他人案件,報案當日被司警拘捕和落案,被捕男子姓周,33歲,無業。 司警落案告他不當扣留證件罪,案件已移送到檢察院徵辦。 這宗案的男事主是內地人,他被司警拘捕時,就在自己所租住的路騰酒店客房睡覺。 這兩宗都是與借錢被人有關,第一宗是借錢被人放高利貸,公務員被人捕捉了,這宗是沒什麼可說的。 第二宗反而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,就是有人騙了自己張證給債主,債主去了報警, 但反而竟然被司警告他非法扣留原理證件。 這一點大家都要小心,原來證件這件事就不可以隨便收別人, 如果是收別人的話,他可以反告你是非法扣留證件,這件事大家都要小心。 我相信有好多人都可能會不知頭不知路,就以為押張證給人或是收別人證就好穩陣, 但原來不是的,你看回這宗案件,如果你收我證的話, 我是可以立即報警告你轉頭,到時你用一身藝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看了這兩單案件,都是那句, 沒什麼就不要借錢給人,借了給人,基本上都是拿不回的。 同時大家小心,就是不要扣留別人證件,扣了都是沒用的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,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說的話, 就記得下面留個言吧,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吧,拜拜!